加拿大醫學名人堂每年會挑選幾位對世界醫療界有傑出貢獻的加拿大人 又或者曾經在加拿大進行研究的人 將他們的名字和時跡撐列在名人堂裡加以讚揚 今年華裔遺傳學家徐立芝獲得這項殊榮 他專門由香港飛回來多倫多出席慶祝晚宴 亦都暢談多年來在遺傳學上的研究 以及他近年在香港工作所面對的風風雨雨 3月21日上星期三晚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芝來到多倫多 出席加拿大醫學名人堂入選慶典 Lap Chee Choi 醫學名人堂是表揚在醫學界有卓越成就 或者影響深遠的加拿大人 今年共有7位入選 徐立芝是唯一的華人 徐立芝帶領研究小組於1989年 成功發現狼種纖維化是由基因缺陷造成 創新了全球的疾病研究 被國際間譽為20世紀人類遺傳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他早在1990年 已得到公認為諾貝爾獎前奏的 佳德納基金會獎 其後再獲獎無數 成為世界級知名科學家 2012年入選加拿大醫學名人堂 失速感上天化 徐立芝在2002年回流香港之後 很少回來多倫多 上星期他重臨闊別多時的多倫多病同醫院 回憶是由1981年開始 21年來在工作的點點滴滴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由於上世紀80年代初 人類基因組計劃未開始 從未有人編寫過基因圖譜 但當時徐立芝已經有創新而大膽的理念 他想用搜查基因的方法 來找出遺傳病的成因 誰知道人體內基因組 有近一千萬個位置 沒有人知道怎樣分組 怎樣排列 要整理好他 再確定疾病的基因位置在哪 工作是非常繁重而艱鉅的 徐立芝夠膽去冒險嘗試 在1985年 終於被他初步斷定 導致狼腫纖維化這個遺傳病 是由於第七號染色體出了問題 開始時真的要慢慢一步步 自己將一些材料和技術 慢慢砌上去 第一次找到第七號染色體 其實我浪費了很多時候 大概搜索了一半的區域 才找到這個細細的區域 這個細細的區域其實都是很大的區域 裡面隨時有八個基因在裡面 但是哪一個是真的和這些疾病有關的呢 那時候的技術也是 撞一下試一下逐個檢查 那時候我用了舉例 我們將這個範圍由加拿大這麼大的地方 尼富蘭蘭到Victorica 我們找到這個區域就是City of Toronto City of Toronto有很多間屋 哪間屋是有問題的呢 那我們逐間屋進去就看看有什麼線索呢 可能是一個燈製壞了 可能是燈泡燒了 但我們只知道其中一個屋是有問題 但不知道是壞了什麼地方 所以那個工作量就很大 科學家要取得成功 必須有準確的判斷力和分析能力 當時世界上有其他科學家和徐立茲鬥快研究出狼種纖維化 例如1987年 英國就有一組研究人員找到一個線索 只是導致這個病的基因 其他人以為找到了就放棄自己的研究 不過徐立茲和他的組員仔細分析過後 斷定英國科學家找錯了 於是更加堅持自己的方法和路向 一班加拿大科學家就憑著毅力、決心對科學的熱誠 和強烈求之欲的推動下 1989年8月宣佈研究成功 開創了在遺傳基因找尋病因的先河 在那個熱誠 就不是為贏 我想是這個科學家的求之欲 是因為自己的好奇心 驅使我們在後面推動我們 給予我們很無限的力量 當然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科學家不是第一個找到一個結果 而是在文獻裡看到別人的結果 那個心情是非常之不好受的 2002年徐立茲受聘於香港大學出任校長 李偉以外科研享受實驗室工作 也都善於爭取和分配研究經費的學者 回到香港之前接受本台訪問時曾經講過 他想帶動香港人對科研的興趣 從而助長香港經濟發展 有一世紀的經濟都是有幾個焦點 其中這個生物科技就是一個重要的焦點 將來的經濟發展都是圍繞在這個方面去的 雖然大學的研究大學的所謂學問 就不是馬上能夠產生經濟的效應 但為了將來的前途 香港必須有這樣的基礎的根底 徐立茲回到香港並沒有忘記他的抱負 致力於發展科研 他在2005年率領由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組成的研究小組 參與世界性研究人類基因圖譜計劃 他集思廣益聽出不同意見 又到處奔波為香港大學籌募經費 不過他的努力並未得到所有人認同 例如成功得到富商李嘉誠捐出港幣10萬元給港大之後 要將醫學院命名為李嘉誠醫學院 就受到港大救生強烈反對 去年又因為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出席 港大百年校卿而引發8·100風波 這次事件之後徐立茲似乎有點意興難散 他強調自己早已打算最多做兩屆港大校長引退 因為他已經做了十年了 必須有新校長駐入新理念 大學才會更上一層樓 只是校委會主席希望他留下做多一屆 他本來也有點心動動 但經過8·100風波之後 令他引退的心更加堅決 完全是開始的時候沒有關係 但後來大家看到的事情就很容易把處連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世界我講甚麼都會讓別人去分析 所以當時我就請傳媒朋友不要斷章取義 結果他們就說我罵他們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今年8月 徐立茲就約滿港大 到時校長一職 如果未有接班人 他會留任最多18個月 至於離開港大之後 有甚麼打算呢 他就說未有周長計劃 只會把握面前的每個機會 要把握機會 要抓緊機會 有機會來的時候 你不要放過 如果有好的機會來 我都不會放過 徐立茲登進的加拿大醫學名人堂 位於安安省倫敦市 這個埠雖然小小 但在醫學界裡面都有些名氣 因為是發明疑倒數治療糖尿病 而獲得陸貝爾獎的 Frederick Banting醫生行醫的城市 所以在安省倫敦市 設醫學名人堂 顯得特別有意思 加拿大醫學名人堂 位於安省倫敦市中心 所在的建築物前身是銀行來 這裡設有展覽廳之外 又有一個由銀行保險庫改裝 而成的媒體劇院 這間全球唯一的醫學名人堂 是由器官移籍專家 Calvin Stiller醫生提出 於1994年成立 另外今年 總共有95位對醫學界 有不留貢獻的傑出人士 被列入名人堂裡面 當中大部分是醫療人員和研究員 亦有來自其他業界的 例如在1980年 馬拉松跑步橫跨加拿大 引起世界關注癌症研究的 已故Terry Fox 他只是學生來 還有被譽為加拿大醫療制度之父 已故國會議員 Thomas Douglas等 都因為影響後世而獲此殊榮 徐立志是第二位 晉身加拿大醫學名人堂的華裔 在他之前研究免疫學及癌症 而非星國際的麥德華教授 就是首位被列入的華人 麥德華早在2009年 已享有這項榮譽 在這裏表揚兩位和華人 很有淵源的加拿大醫生 他們曾經遠道去中國行醫 為中國貢獻良多 其中一位是華人熟悉的白球印醫生 而這位女西醫 Denora Howard King 在1877年 清末時期便去了中國 比起白球印醫生還要早 是最早到中國行醫的加拿大婦女之一 名人堂特色有關這位女西醫的展覽專櫃 她曾去到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的家出診 医犯好病重的李鴻章夫人 后来她联同一班西人医生 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于天津设立西医院 又在1880年开办第一所西医学校 帮众国培育出近一千名第一代西医人才 加拿大医学名人堂除了展览国家的医学成就外 还肩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使命 全加拿大现时有17间大学持有医学院 移民人堂就同其中12间合作 安排中学生入去医学院实地考察一天 与医疗人员、科学家和研究员交流 希望启发到中学生立志将来投身医疗工作 从事科研超过30年刚进身名人堂的徐立志指出 现在的大学生要找研究题目越来越困难 竞争亦都越来越大了 现在做科学可以说比以前容易就行 比以前困难就行 比以前容易就行 因为现在可以做研究的方法多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困难就是 可以研究的题目是比较越来越狹窄 或者越高深 也都越来越难 需要所知道的知识要很广阔 想自己第一个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那个竞争是大了 不过大学会提供一个与时并进的环境 给学生去学习 给教授和老师去进行研究 给一些学者去钻研学问 继续为提升科学水平而努力 徐立志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一旦强调他有今天的成就 要多谢多伦多病同医院 当年肯给出足够研究经费 又支持科学家大胆创新研究 才带领到世界维传学进入新领域 新时代电视一年一度 为多伦多病同医院筹款而制作的节目 多伦多病同医院同心展力量 今年会在5月12号晚播出 大家多些捐书了 我们也会陆续在时代杂志节目里面 播出不同的病人个案 报道最新的疑科医学发展